吉姆新闻报道,2023年2月12日18点25分 山东日造附近海域出现不明飞行物,官方准备击落 2月12日青岛寂寞区海洋发展局回应 日造附近海域发现不明物正准备击落,却有此事 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尚未接到通知 已经短信通知附近渔民注意安全 出大事了 接市局通知 日造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 请海上作业渔船注意避险 具体位置东京120度51分 北纬35度37分 如有降落物在你渔船附近 请协助拍照取证 如条件允许请协助打捞 哇那天啊 这是啥东西啊 有视频吗 2月12日青岛及沃区海洋发展局回应 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 却有此事 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尚未接到通知 以短信通知附近渔民注意安全 但是我们是接到市局的通知我们发 主要是和别的时候和如果发现什么突发情况 也尽量的叫那边渔船别从那地方作业 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咱们主要是发到信息吧 也防止如果和真要是那个要是失误吧 你要是要落下来后 也就是提醒那边作业的渔船吧 我的天哪 这是咋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出现什么问题了吧 要出大事